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北宋时期 甘肃被誉为和月根源 西轩桑子 此地是古代河西走廊的重镇 向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早年间西夏在西北地区建国 齐鼎盛时期 国境东境黄河 西界玉门 南街萧关 北控大漠 地方万鱼里 在甘肃西洞镇 白雪矮矮的麒连山脚下有一个河滩村 这个村子非常特别 据说村中有一千五百多口泉水 当地人都是喝这些泉水生活 因此寿命都很长 很多人以为喝了村里的泉水就能长寿 于是慕名而来的人非常多 其中也不乏一些跑来偷水喝的人 不过这个村里的乡亲们非常善良好客 即便是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也不会斤斤计较 这一天 村里的阿莲正在河边洗衣 隔壁刘沈急匆匆地跑来喊道 阿莲 你快回去吧 你家制裁又和别人打架了 好像这次被揍得不轻呢 阿莲是一个快三十岁的女人 刘沈口中的制裁就是阿莲的儿子 不过有件很奇怪的事情 阿莲从未嫁人 那么她这个儿子又是从哪来的 村里的那帮小孩不懂事 经常背后指指点点 说阿莲是个不干净的女人 生的孩子是个野种 于是娘儿俩时常被他们嘲笑和孤立 其实真相真如他们说的那样吗 当然不是的 村里年纪大的人 他们看着阿莲长大 很清楚阿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阿莲的母亲以前被卖到大户人家做丫鬟 后来到了年纪 用全部家当赎了身 在没人介绍下嫁给一个外地来的商人 本以为能过上好日子 却没想到母亲怀了身孕 那个商人却在外面捏花惹草 最后带着别的女人一走了之 从此了无音讯 一个大了肚子的女人 被丈夫无情抛弃 又无法劳作挣钱 只能靠乞讨活下去 后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她在一座破庙里生下了阿莲 阿莲是母亲难产生下来的 生下不久后 母亲就去世了 临终前母亲把一块绣着莲花的墙宝 带在她的身上 因为她没有名字 所以后来大家都叫她阿莲 阿莲是被麒麟山上的尼姑捡回去养大的 据说那个尼姑出家前是个接生婆 因此阿莲跟着后面 学会了一门接生的手艺 接生婆又叫吻婆 大多是经历过生产的高龄妇女 她们的医学常识少得可怜 为妇女接生 靠的全都是经验 此外 她们不配备任何手术工具 几乎是靠着赤手空拳完成整个过程 不过阿莲有些不一样 因为将她抚养大的尼姑 曾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从小读书识字 跟着父亲后面学过医学药理 后来尼姑又将这些本事都传给了她 因此阿莲的接生手艺 在十里八乡都是出了名的 阿莲听到刘婶的话 赶紧扔下手中的棒锤 跟着对方来到几个孩子打架的地方 那几个孩子看见阿莲后 急忙躲到远处 嘴里还肆无忌惮地讥笑道 小媳妇 穿花鞋 夜里睡觉不关窗 烫透有人不知道 羞啊羞 羞啊羞 阿莲没有搭理这些孩子 她看着儿子被打得鼻青脸肿 走过去关心地问道 孩子 疼不疼 制裁随阿莲的母亲姓马 她看见母亲过来关心自己 并没有领情 而是把脑袋偏到一边去 气哼哼地说道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 你干嘛要养我 阿莲听到这句话 动作突然僵住了 别人怎么骂自己 她可以当作没听见 可是自己的孩子嫌她丢人 这几句话就像刀子一样 搁着她的心口 养不养你 你能长这么大 养不养你 你早就被丢到山上围了野狼 阿莲生气地说道 我就是被野狼吃了 也不想有你这样的娘 修啊修 修啊修 马智才突然爬起来 朝母亲做了一个鬼脸 然后向其连山上跑去 哎 阿莲 你这又是何苦啊 当初还不如 刘沈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叹了一口气说道 刘沈 这些话不要说了 我是她的娘 没有教好 是我的错 阿莲打断了对方的话 她不想这个秘密 被年幼的孩子知道 仰看天快黑了 阿莲担心孩子的安全 于是追了上去 可是孩子跑得实在太快 一下就没了踪影 阿莲来到山脚下 抬头看了一眼奇连山 白矮矮的一片 雪地上还有一些脚印 她心里担心起来 这孩子不会一个人上山了吧 阿莲从小在奇连山长大 她知道奇连山上有很多野兽 如果孩子碰见了 必定十分凶险 想到这里 她赶紧循着脚印追过去 可是这脚印越走越深 已经快接近山脉深处了 智才 智才 我是娘亲啊 这骑连山上到处都是积雪 周围的气温很低 可是阿莲却急得满头大汗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月光映在雪地上 泛着淡淡的蓝光 这里的景色确实美丽 不过阿莲却没有心情欣赏 这时候 她看见地上有血迹 心里更是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她不敢想象一个孩子遇见野兽后 究竟会发生什么 她寻着血迹往前走着 发现最后的痕迹 停留在一棵大树后面 她屏住呼吸 不敢想象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 她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不过她没有看见孩子 却发现有一只雪豹躺在地上 而且屁股下面还有很多的血网脉流着 她怎么受伤了 不管了 找孩子要紧 阿莲心里牵挂着孩子 没有心思管这只受伤的雪豹 她转身离开 可是没走两步 却又回头了 因为她觉得这只雪豹好像不是受伤 倒是有些像生孩子 雪豹见有人靠近 她睁了睁眼睛 目光中却没有丝毫敌意 因为她认识眼前这个女人 雪娘 怎么是你 阿莲此时也认出了躺在地上的雪豹 原来她们早就相识了 其实这事还要从阿莲小时候说起 有一天她在齐连山上玩耍 看见一只雪豹嘴里叼着一只幼崽 然后在雪地上挖了一个坑 紧接着将幼崽放在坑中 用爪子抱雪盖上 米姑说 这只幼崽应该死了 母亲把她埋在雪地里 那她一个人在雪地里不会冷吗 阿莲看着尼姑 很认真地问道 尼姑愣住了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阿莲的话 因为这些雪豹和人一样 活着和死着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难道人死了就不会感觉到冷吗 待雪豹离开后 阿莲走过去将雪挖开 她将幼崽捧在手心里 竟发现幼崽的身体还有温度 于是她兴奋地喊道 师父 她还活着 她还活着 这只幼崽被月娘带回去救活了 并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雪娘 后来阿莲的师父去世 对方临终前希望阿莲能够下山 帮助更多因为生孩子陷入痛苦的女人 阿莲离开前 将雪娘放回了麒麟山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 她们再也没有见过 没想到这次相见 却是在这种情况下 阿莲蹲下身子检查着面前的雪豹 这才发现对方不是受伤了 而是孩子马上要出生 似乎有些难产迹象 原来雪豹怀了身孕 刚刚走在山上 却遭遇其他野兽的攻击 她偏死才得以逃生 由于逃跑时动作太过激烈 导致动了胎气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雪娘 你别急 我一定会帮你的 阿莲连忙安慰道 说完便将对方的身子放平 双手在对方的肚子上轻轻按压着 雪娘看着忙碌的阿莲 眼睛里闪着泪花 她想请求阿莲一定要保住孩子 不过阿莲却摇头道 雪娘 你和孩子都会没事的 相信我 你再坚持一下 时间不知过去多久 雪地已经被染成了红毯一般 生了 生了 阿莲激动地喊着 她抱着两只刚出生的幼崽 准备放在雪娘的身边 随即又想到了什么 只见她脱下身上的棉衣铺在地上 然后才将两只幼崽放上去 阿莲累得筋疲力尽 她瘫坐在雪地上 靠着身后的大树 看着雪娘用舌头舔自己的孩子 她笑着问道 雪娘 你终于当母亲了 你知道当母亲有多苦吗 雪娘听到声音抬起头来 她眼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如果不是阿莲 她恐怕就见不到孩子出生了 阿莲笑着笑着突然哭了出来 制裁 你在哪 娘想你了 阿莲哭了很久 此时她动得瑟瑟发抖 整个身体都僵硬起来 就在她快要陷入昏迷时 突然听见儿子在喊她 娘 娘 你快醒醒 我来了 娘 你不能死啊 阿莲在床上躺了两天 醒来时发现儿子紧握着自己的手 睡着了 她怕孩子动着 于是将身上的被子给对方盖上 自己则轻轻来到厨房开始做饭 饭做到一半时 突然听见身后的儿子喊道 娘 我来帮你吧 阿莲有些诧异 她没想到儿子今天如此乖巧懂事 和平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去玩吧 娘稍好了叫你 阿莲回头摸了摸对方的脑袋说道 娘 我不是您亲生的 对吗 马志才突然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瞎说 你不是娘亲生的 是谁生的 阿莲笑着说道 娘 刘婆婆都告诉我了 如果不是娘 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我 我以前太不懂事了 娘 对不起 马志才说完 突然朝对方跪了下去 阿莲看到这一幕 捂着嘴哭了 往事一幕幕都浮现在脑海里 原来十年前 县城富商柳元外的二夫人 民盆在即 阿莲被请去接生 她刚走到门口 就被一个丫鬟给带到一个房间 你进去吧 大夫人在等你呢 丫鬟将房间门打开以后 突然停下来站在外面守着 阿莲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她不是被请过来 给二夫人接生的吗 怎么大夫人把她叫到房间来呢 阿莲进了房间以后 就看见大夫人坐在那里 身上的衣服尽显滑贵 气质也非一般妇人能比 只是那一双眼神 看得让人有些害怕 你就是阿莲 听说你的接生手艺 是这一代最好的 大夫人问道 回大夫人 我一定会尽力的 阿莲低着头回道 你知道我把你请到这里来 做什么吗 大夫人冷声问道 还请大夫人明说 阿莲隐隐感觉 眼前这个大夫人有些奇怪 接下来对方一番话 惊得她有些不知所措 小兰 大夫人喊了一声 随即身边的丫鬟 拿着一袋银子塞到阿莲手中 这些钱是给你的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大夫人说道 大夫人吩咐 我一定尽力 阿莲说道 大夫人手一招 只见一个丫鬟抱着一个孩子走了出来 这时大夫人说道 二夫人生下孩子后 你就抱着这个孩子给老爷看 至于他生下的那个孩子 阿莲见大夫人比划了一个掐脖子的手势 他吓得连连后退 没等他拒绝 大夫人便威胁道 我知道你心善 倘若你不答应 那个孩子也是死路一条 就连二夫人也活不成 你想好再回答我吧 阿莲也是头一回遇见这种情况 他犹豫了片刻 最后一咬牙答应下来 因为时间紧迫 再耽搁下去 二夫人和肚里的孩子都会危险了 到了房间以后 阿莲熟练地让丫鬟去烧热水 然后准备干净的棉布 等所有人都支开后 他附在二夫人耳边说道 夫人 我不会害你的 孩子生下来后 我会帮你照顾他 随着孩子的一声提哭 二夫人终于生了下来 这时候产房里的一个丫鬟提醒道 别忘了你要做的事情 阿莲看了一眼二夫人 随即掐着孩子 让对方停止了哭声 那丫鬟用手指在鼻尖叹了一下 便说道 你带出去找个地方埋了吧 这件事千万别传出去 否则你知道大夫人的手段 阿莲点了点头 随即将二夫人生的孩子 装在自己带来的篮子里 紧接着又抱起丫鬟递过来的孩子 打开门对柳原外说道 恭喜老爷 生了个少爷 好 有赏 柳原外高兴地接过孩子 阿莲在丫鬟的眼神试一下 提着篮子匆匆离开了刘府 路过一个破庙时 阿莲走了进去 将篮子里的孩子取出来 然后在后背连拍了几下 只见那孩子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其实这是阿莲会的一种特殊手法 他不忍心伤害这个孩子 于是按住对方的穴位 让孩子出现了短暂的闭气现象 只要在一炷香时间内 帮孩子学到解除 孩子就会安然无恙 这个孩子被救活以后 阿莲便待在了自己的身边 除了村里那些老人们知道阿莲 不是一个伤风败俗的女人 其他人都以为马之财就是阿莲的私生子 阿莲这些年受了很多委屈 他都忍气吞声挺过来了 从来不用与人争辩 别人的指责和谩骂 他都可以不在乎 唯独这个孩子 他已经当作自己亲生的 因此被孩子误会时 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地流泪 那天马之财生气离开后 并没有去齐连山上 而是在自家屋后的角落里生着闷气 最后被隔壁的刘婶发现了 刘婶为了开导孩子 忍不住一时嘴快 便将真相告诉了马之财 得知真相之后 马之财终于理解了 自己的母亲是天下最伟大的母亲 可是他等了一晚上 也没等到母亲回家 直到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婶 然后刘婶通知了村里的乡亲们 大家一起上到麒麟山 江云岛的阿莲救了回来 在厨房里 阿莲看着董事的儿子 一把将对方抱住大哭道 你没有对不起娘 在娘的眼里 你就是娘亲生的 你永远都是娘的好儿子 娘 您辛苦了 儿子现在长大了 以后可以照顾娘 保护娘 马之财抱着母亲 语气坚定地说道 岁月如梭 一转眼六年时间过去了 马之财也从当初的孩子 长成了一个年轻小伙 这些年他跟着村里的李木匠后面 学了一门手艺 那李木匠见他干活踏实 对母亲也非常孝顺 便有一把女儿婉君嫁给他 马之财和李婉君也是情投意合 就在两家商量婚事的时候 村里的大壮却不乐意 他来到李家说道 婉君不能嫁给那个野小子 我要娶婉君 他只能嫁给我 这个宅大壮是村里的恶霸 从小就喜欢欺负马之财 他心里也喜欢长相漂亮的李婉君 因此听到两家要结亲的消息 立马就急了 李木匠劝道 孩子 感情是需要两情相悦的 婉君那丫头不喜欢你 他喜欢的是制裁 你就别胡闹了 马之财听到宅大壮跑到李家胡闹 他急忙跑过去和对方打了一架 好在马之财跟着李木匠后面 学了些功夫 因此将对方打低鼻青脸肿 赶了出去 宅大壮临走时 还不忘放了一句狠话道 马之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 等着瞧吧 你死定了 宅大壮被马之财揍了一顿后 便在村里消失了 村里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过大家也没去在意 毕竟村里少了一个无赖 大家的生活更清静些 马之财和李婉君的婚事 很快就定了下来 在成亲这一天 很多乡亲们都过来帮忙 阿莲为了招待客人 忙得片刻没歇息 他见家里没水了 便喊道 智才 快去村里的挑些泉水来 泉水甘甜 乡亲们都爱喝 马之财应了一声 便拿了两个水桶去挑泉水 结果在回来的路上 却被宅大壮带人拦住了去路 站在宅大壮旁边的年轻男子问道 就是这小子 宅大壮点头道 刘少爷 不会错的 我亲耳听到刘沈说的 他就是当年那个孩子 那位被叫做刘少爷的年轻男子 眼神眯成一条缝 他仔细打量着对面的马之财 双目突然一睁道 给我动手 马之财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 不过他们和宅大壮混在一起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于是放下水桶 拿着匾单与这些人打在一起 可匾单哪里是长刀的对手 没了衬手的武器 马之财双拳更是难敌四手 很快就败下阵来 刘少爷一脚踩在马之财的脸上 冷笑道 就你也配跟我抢 我告诉你 到了我手里的东西 谁也抢不走 柳少爷拿过一把刀递给宅大壮 然后冷声道 你不是恨这小子跟你抢你人吗 杀了他 今天的新郎就是你了 宅大壮接过长刀 双手开始哆嗦起来 他本意只想请柳少爷 来教训马之财一顿 让对方结不成亲 可没想到柳少爷竟然逼着他杀人 怎么了 不敢 不敢的话 把欠我的钱赶紧还了 柳少爷冷笑道 宅大壮有些无奈 原来这些天他心情郁闷 跑到县城赌方去了 结果输了不少银子 一下急了眼 向柳少爷借了很多高利贷 现在根本没钱还 就在柳少爷要剁他一只手时 宅大壮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柳少爷根本不是二夫人所生 而是大夫人从娘家抱来的一个侄子 柳少爷得知这个真相后 他担心马之财有一天回来与他争家产 于是便打算先下手为强 于是带着几个人来到了这里 马之财 你可怪不得我 我不想杀你的 可是现在不杀不行了 宅大壮颤巍巍地举起长刀 然后闭上眼睛劈了下去 就在这时 一个雪白的身影突然闪了过来 他一下将宅大壮扑倒 柳少爷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又一个雪白的身影一跃而起 将众人扑倒外地 雪峰 雪灵儿 马之财看清雪白的身影后 顿时激动地喊了出来 原来这两只身影正是雪娘的两个孩子 吼 雪峰呲牙咧嘴 朝众人一吼 吓得几人屁滚尿流逃跑了 带跑到远处后 几个人停下来喘着粗气 柳少爷心有余悸地说道 宅大壮 刚刚怎么会有两只雪豹 宅大壮苦笑道 都怪阿莲那个女人 是他救了雪娘 帮雪娘接生了两个孩子 从那以后 这雪豹就守着他们 连我村里的几个兄弟 都拿他没办法 看来这是有些棘手啊 不过我柳浩要办的事 谁也阻拦不了 柳少爷说完 对着几个人吩咐道 马志才这边赶走宅大壮等人后 便重新挑了一袋水回到家里 阿莲心系 发现儿子身上脏了 便关心地问道 志才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马志才怕母亲担心 便转过身说道 娘 没事的 我去换衣服 马上新娘子就来了 阿莲摇了摇头 没有说什么 儿子衣服上有脚印 显然刚刚和人打架了 可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他也不想多生事端 便把想说的话都咽了回去 这时候 外面一个宾客 突然倒在地上说肚子疼 紧接着又有一个 很快地上就倒下了一片 阿莲和马志才看到这一幕 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有人指着他们喊道 好狠毒的母子俩 想用这些有毒的泉水害死我们 马志才解释道 这泉水是我刚挑回来的 不会有毒的 我也没放过毒 阿莲觉得这件事十分蹊跷 于是咬了一瓢水泼在地上 果然发现生起白烟 看来这泉水果然是有毒的 志才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水里为何被投了毒 阿莲问道 娘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就因为我不是村里的人 所以你们都不相信我吗 马志才哭着说道 村里发生这么大事情 很快就惊动了衙门 烟补头带着几个衙役 过来查办此事 发现村里的所有泉水 都被放了毒 而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马志才 就在衙门的人 想要带走马志才时 阿莲跪在地上哭喊道 不会是他的 我相信我的儿子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你们不能有冤枉好人 娘 我不是凶手啊 他们冤枉我 我真的没有投毒 马志才撕心裂肺地吼道 娘知道 娘知道 娘一定会救你的 阿莲跪在地上求着众人 可是没有一个人 愿意相信他们 马志才看到这一幕 突然睁开牙医 然后咬了一瓢水 对着众人苦笑道 你们究竟如何 才会相信我说的话 我真的没有投毒 没有想过害你们 娘 如果有来事 我要做您的亲生儿子 马志才说完 一口引进了一瓢水 随即双膝一软 倒在了地上 志才 儿子 阿莲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将儿子抱在怀里哭道 儿子 您好傻 不是你干的 娘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你为什么要丢下娘 众人看到马志才 以死明智 才肯相信 这泉水里的毒 不是他放的 那凶手到底是谁呢 此时 宅大壮看到 躺在地上的奶奶 他跑过来放声大哭 奶奶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在他的心里 奶奶就是他的一切 我知道谁是凶手 宅大壮突然喊道 宅大壮 这一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诬陷他人是要负责的 烟补头提醒道 我没有说谎 凶手就是柳浩 他为了铲除马之才 后来又担心村里其他人 也知道这个秘密 就想害死村里的所有人 宅大壮把自己知道的一切 都供认了出来 随后 县衙的人又在阿莲和刘婶那里 实验了宅大壮的这番话 于是马上派人去柳家 将柳浩和大夫人都抓了起来 可是村里一下死了这么多人 阿莲觉得这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 于是他想一丝赎罪 这时雪娘突然出现在阿莲面前 只见她从口中吐出一颗 晶莹剔透的珠子 然后口吐人言道 主人 你已经历劫成功 该回归仙位了 从雪娘口中吐出的那颗珠子 飘到阿莲头顶上突然消失了 只见阿莲的身子突然飘了起来 身上的步子也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绸缎 眉心处浮出一抹莲花印记 阿莲这一刻才知道 原来自己就是麒麟山上的雪莲仙子 因为她慕人间的喜怒哀乐 所以转世投胎成为了阿莲 雪莲洁白无瑕 出于你而不染 酌清莲而不妖 即便是转世为人 她内心深处那份纯真的善良还在 因此成为了一个救苦救难的接生婆 希望天下伟大的母亲都可以在生孩子时少一分痛苦 阿莲看着那些死去的乡亲们 她实在于心不忍 因为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如果就这样死了 有多少亲人会伤心难过 想到这些 阿莲突然闭上了眼睛 然后身体散发着金光 待金光散尽后 她变成了一株雪白的莲花 然后落在了村头泉水的源头处 当那些中毒死去的人 喝了泉水后 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这些人得知发生的这一切后 都朝雪莲跪了下去 娘 您是这个世上最伟大的母亲 我爱您 我永远都是您的儿子 马志文贵在地上 磕了三个重重的响头 一切真相大白后 马志才回到了柳家 也风风光光迎娶了新娘子 她始终记得阿莲母亲 对自己的教导 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多为穷苦的百姓谋服 于是她发奋读书 几年后 成功进士其地 后来回到家乡甘肃 做了一个为国为民 刚正不阿的父母官 也许这就是大家口口相传 说喝了河滩村的泉水 就能够长命百岁的原因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